可能说到紧张 你上台那么多次 你怎么会紧张呢 还是会的 因为扩别了两年多 没有站在这个舞台上了 所以我相信 那个心情是非常的雀跃 而且比疫情之前 更加的期待的 哈喽 明人频道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Venus 巧琳 今天跟随我的脚步 来到情歌时光 经典演唱会 记者会现场 随着我国政府 逐步开启娱乐大门 由音乐连线 异响空间 连同winwinentertainment 携手呈现一场 汇集了Astro 四位经典名曲歌唱大赛的 精英唱将杨克逸 林永发 陈临媚 张淑凤 还有特别嘉宾邓佩颖 荣重上演一场 情歌时光 经典演唱会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刘姐 也是这次演唱会的主要的主办单位 那刘姐 为什么疫情过后这三年后 你会突发而想 会想搞一场那么大型的演唱会 我们扮情歌对唱 就是谈的就是深情义重的 希望把一个比较美好的感觉传送给大家 这个疫情让大家突来的那种 措手不及 我再想想能不能有机会再聚 其实是很重要一点 所以我就在这个阶段里头 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有机会 来创造一个重温过去的一个场景 然后呢也圆自己一个梦 那为什么你会想到会找了 X-ROAD的经典歌曲的四大枪唱将呢 因为我过去做情歌做了很多年 大家都还记得以前的云顶的云星掌 云顶情歌对唱 这个气息情谦中秋月这个品牌是很久的 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之前 因为也是人事的关系 我们停了下来 刻意呢 他也是我情歌的冠军 然后我自己过去也在经典的 这个X-ROAD电视台里头 做评审做了很多年 因为我一直本身从82年入行 我一直在这个领域上生根 我其实没有离开这个位置在做 也就是因为这个巧言之后 然后我就想 既然我自己本身也做情歌 然后因为刻意的关系 他也在经典 我也在经典做过评审 所以就因为这样 我说那你就帮我找 有些歌手他们可能现在也不唱了 你帮我找看这些朋友 找我们价值观相同的 志同到一起来完成自己 所以就找了他们 嗨大家好我是陈丽妹 大家好我是Chris 张树峰 大家好我是Marcus 杨克逸 大家好我是林永发 大家好我是佩莹 这一次呢 我是这个演唱会的主持 还有表演嘉宾 那么抱着一个 很期待又紧张又兴奋的心情 可能说要紧张 你上台那么多次 你怎么会紧张呢 还是会的 因为扩别了两年多 没有站在这个舞台上了 所以呢我相信 那个心情是非常的雀跃 而且比疫情之前 更加的期待的 这一次有什么表演呢 可以告诉大家一点点的 就是当晚我所演出的歌曲呢 有跟舞蹈员一起跳舞的快歌 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呢 是全场所没有的 嘟嘟嘟嘟 提大家来现场就会知道了 我就是想抱这一股 就是团聚的 团聚的心情就是 和好朋友一起参与这一次的演唱会 这一次呢我非常的期待 真的很期望这一天快一点到来 因为呢真的疫情这么久了 我们都没有机会站在 这个国际的舞台上表演 所以呢这一刻我就是很多画面呢 就是想象很漂亮 很有风范的站在台上 跟大家见面 唱歌给你们听哦 那虽然说我们五个人都认识的 曾经或许也有在舞台上 有一些的小合作 但是这一回呢真的是 五个人都有关系到的 所以我们呢都会在整个节目当中呢 各位都可以看到 我们都互相的这些 对唱也好一些舞蹈也好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记得记得快点来购票 难得难得阔别三年 又可以来到这个云顶的大舞台 我呢已经选了一些 非常难度高的歌曲 而且呢这个唱起来非常大气的 我一定要把这个舞台给炸掉 然后呢大家拭目以待啊 我跟柯一呢会有一段这个 感情舞蹈 武林高手的这个切磋啊 就是跟他一起标舞的 标唱还不用讲 还要标舞啊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啦 赶快赶快买票来支持我们咯 我会向我的偶像梅艳芳致敬 好 到时唱他的歌曲 你们一起来大合唱啦 情歌时光经典演唱会 大家要支持我们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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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